法国贵妇艾利亚收养了越南小女孩卡美 但这或许成了她一生最错误的决定 正是这个她从小爱护有家的养女 日后竟成了她的反目仇人 不但亲手夺走她的爱人 也将她挚爱的一切彻底粉碎 在法国占领越南的最后年代里 这片土地还被称作印度之纳 艾利亚和父亲经营着一个巨大的橡胶种植园 心下无子的她 收养了父母双亡的越南小女孩卡美 并对她疼爱有加 母女俩相依为命 感情甚好 艾利亚精明能干又气质优雅 身边从不缺乏追求者 法国驻印度之纳的总督盖 就对她深深迷恋着 但艾利亚心仪的爱情却迟迟没有到来 那些闯入她生活的男人 总如过眼云烟般很快地消散 从未令她驻足 直到一次意外地发生 年轻英俊的法国军官詹 因为迷路闯见了她的种植园 两人因此相识 詹被艾利亚的魅力瞬间倾倒 便开始了对她的狂热追求 艾利亚本能地抗拒着 但最终还是沉沦在军官炽热的爱意中 坠入爱河的两人 在西贡的小屋内缠绵着 感情愈发火热 然而 这艘爱情的小船 还没行驶多久就遇到了波折 艾利亚的父亲在小屋内撞见了詹 对于这个前途未卜的黄毛小子 他颇为不满 大声质问着 要给她多少钱 才敢离开自己的女儿 詹愤怒地拒绝后夺梦而出 尽管艾利亚赶来拼命挽回这一切 但这个小差距 也使詹看清了横跟在两人之间的巨大差距 我要的是整个世界 而不是像坟墓般的一角 詹向艾利亚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雨夜车内 两人在最后的缠绵中发泄着自我 随后 詹毅然地离开了艾利亚 去寻找世界 寻找自由 尽管内心痛苦不堪 但艾利亚表现得依旧和往常一样 冷静自若 她将一枪失落的爱意 倾注在自己的橡胶园里 或许只有那些沉默的橡树 永远不会背叛自己 除了艾利亚 没有人知道这段感情的存在 她将所有的悲伤隐藏起来 虽然心里始终无法忘记 那个热情如火的男子 但她明白 日子还要继续 然而 平静无澜的生活之下 其实早已暗潮汹涌 三十年代末的印度支那 风雨飘摇 不断被压迫 被奴役的人们逐渐觉醒 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暴动 时有发生 艾利亚的橡胶厂 也被人蓄意放火烧毁 尽管大伙被及时扑灭 但今回未定的劳工们 却不敢再进去 最后 艾利亚和父亲亲自带头开始生产 才使得一众工人 陆续回来工作 履禁不止的暴乱 不仅影响了艾利亚的橡胶厂 竟也无意中 改变了养女卡美的一生 为了制止暴乱 警察到处抓捕着 可疑的反抗者 一日回家途中 卡美偶遇一群被抓捕的犯人 其中一人 突然趁乱逃跑 并撞翻了卡美 而警察 也恰好在这时 开枪射杀了犯人 于是 两人一同倒在了血泊中 恰逢 一名好心的军官路过 将卡美抱走 并为他擦去的血污 这才发现 一切只是虚惊一场 卡美并未中枪 卡美在军官的怀中 缓缓醒来 以为是他救了自己 一时间 竟对军官 伸出无限的爱慕之情 望着眼前 纯洁娇好的面容 军官也不尽心动 但无常的命运 总是在和人们 开着玩笑 这没好心的军官 只是母亲 久久不能忘记的詹 寂静的夜晚 女儿向艾丽娅 倾吐着自己的心事 告诉她 自己爱上了 那个叫做詹的军官 如果不能嫁给她 自己会死 听着 那个自己日思夜想的名字 从女儿的口中说出 艾丽娅震惊又痛苦 那些尘封在心底的爱意 突然涌现 却又在一瞬间消散 她心中无味杂陈 竟不知如何面对眼前的局面 转眼 来到了圣诞夜的晚宴上 身传黑群的艾丽娅 与一席白衣的卡美 在宴会上共舞一曲 成熟的风韵 与青春的气息 彼此交融着 构成一幅和谐又美好的画面 但詹的出现 却立刻打破了 这片虚荣的和平 原来 艾丽娅无法接受 女儿对詹的一腔爱意 只能暗中拜托总督 将她调往偏远的海房 得知消息的詹 赶来痛斥着艾丽娅的 独断与专横 宴会在争执中不欢而散 而詹的冒犯 也彻底激怒了艾丽娅 随后 她被调往最荒芜的龙岛 去执行任务 卡美也被她指婚 嫁给了门当户队的 富家子 迪 女儿没有反抗 两人订婚很快完成 一切似乎都尘埃落定了 但令艾丽娅想不到的是 那场阴差阳错的相遇与爱恋 早已伸直在卡美的心中 并不断地生根发芽 最终 给了这个年轻的女孩惊人的勇气 使她逃出困境 奔赴龙岛 去寻找自己的爱人 而卡美的这次出走 也使她的人生彻底改变 脱离的母亲 给予她的优渥环境 跟随着一众逃亡的人群 经历的风餐露宿 忍饥挨饿 目睹着穷苦百姓 在压迫下拼尽全力的生存者 岩路的风景如血斑 从眼里投入到她的体内 此时的她 比其他任何时刻 更贴近这个生他养他的土地 到达龙岛后 卡美找到了日思夜想的爱人詹 经历无限波折后的两人相拥而起 但眼前的一幕 也使她再次认清了 法国殖民者的丑恶面貌 成千上万的人 从各地赶来龙岛 本以为可以到种植园去工作 过上填饱肚子的生活 但却不知 这里竟是一个万恶的奴隶交易港口 人们被当作商品一样 评估挑选着 然后被低价贩卖到种植园去 稍有反抗 便会被处以急刑 当卡美看到一起逃亡过来的伙伴 被殖民者折磨至死的画面时 她心中的愤慨再难压抑 在与残暴的法国军官对峙中 她也想打死的军官 眼看其他人追得上来 卡美和詹踏上小船 开始的逃亡之路 另一边 得知女儿杀人并逃亡 法国当局正在追捕他们时 埃利亚担心不已 她急匆匆地找到总督干 希望她能帮忙打听卡美的下落 但二人却向人间蒸发死的 哪里都没有他们的踪迹 原来在海上漂泊数天后 奄奄一息的两人到达了一个村庄 被当地戏剧团的村民们救了下来 得知他们的境遇后 好心的村民将他们藏匿在深山里 这才使得两人逃过一劫 因为自己的鲁莽 使爱人陷于这样的困境 卡美不想再连泪沾 劝说她回去认罪 只要她肯道歉 事情一定还有转机 但詹并没有离开 一路的颠沛流离中 她早已被这个坚强善良的女孩打动 悠然聪裕的山林间 两个孤寂漂泊的灵魂相依为命 如果说 从前的吸引只是始于青春的悸动 那如今亡命天涯的逃亡 则给了彼此更深层的羁绊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很快 卡美便有着身孕 而此时一个关键人物 曾与卡美订婚 并帮她逃出来的富家子迪再度登场 原来 她早就加入了印度支那的反抗组织 也正是因为她暗中帮助 作为统一阵营的村民们 才收留了两人 如今 她再次出面帮忙 让戏剧团的成员们 护送卡美和詹逃到中国去 于是 在戏剧团的掩护下 两人踏上了新的路途 在一次登台表演中 卡美突然临盆 生下了一名男婴 夫妻二人欣喜不已 逃亡的日子虽然辛苦 但生活总会带来新的希望 而戏剧团的反抗分子 也在沿途的表演中 偷偷将支持法国殖民者的官吏和贵族们处死 不断播撒着自由与反殖民统治的革命火种 而他们的这些举动 也彻底震怒了法国当局 盖早已盯上了这个戏剧团 并派人偷偷跟踪过来 当詹带着婴儿在水边沐浴时 遇到了埋伏在此的法国士兵 两人被当场带走 目睹这一切的卡美 本想大声呼喊前去搭救 却被同行的反抗组织成员拦了下来 她知道只有自己生存下来 才有机会再见到丈夫和儿子 当噩嚎很快传来 卡美等人也被当作反抗分子 一同被关进的监狱中 尽管埃利亚祈求盖将女儿放出来 但一切早已不在她的控制之中 卡美和詹虽然就此消失在江湖中 却留下了一段令人动容的传说 一出名为红色公主的剧母 从一条村庄到另一条村庄 从中国的边界到西贡 一遍一遍地上演着 人们扮演着勇敢的越南少女 与善良的法国军官 在戏台上传唱着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随后 一个叫伊婷的孩子被送到了爱丽亚的家中 她正是卡美和詹的儿子 爱丽亚看着眼前的婴儿又惊又喜 她将伊婷留在身边抚养长大 一日被关押起来的詹 突然回到了爱丽亚的家中 她即将被押送回布雷斯特接受审判 临行前 上级答应了她最后一个请求 允许她再见一见自己的儿子 昔日爱人再度重逃 没有想象中的心绪难平 两人只是平静地 叙说着过往的重种 得知詹有24小时的自由时间 爱丽亚将她带去的从前的西贡小屋 让她跟儿子共度最后一夜 清晨 爱丽亚赶来送别 却发现詹自杀了 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不敢相信一个怀抱婴儿的父亲 会突然自杀 但詹 太阳处可怖的枪口 干涸的血液 都表明她已经死去多时 这个一行期盼自由的人 终于获得自由的一天 但生命却已经走到了尽头 爱丽亚情绪激动地赶来质问盖 她认为 一定是法国当局为了掩盖自己 在印度珍娜犯下的罪行 才痛下杀手 但盖告诉她 詹的死亡另有原因 她出卖的反抗组织的信息 才得到了看望儿子的权利 或许 这是她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爱丽亚无言 这场被伪造成自杀的谋杀案 就这样渐渐被人们遗忘 而卡美则被关押在监狱中 长达五六年之久 除了知道 女儿还活着 爱丽亚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直到人民阵线打开监狱 特赦囚犯 卡美才终于被放了出来 爱丽亚激动地赶来 急于见到女儿的她 早已不顾往日的体面 挤在棚头垢面的人群中 努力寻找着卡美 多年未见 她紧紧抱着女儿痛哭流涕 但相比她的热情 卡美却冷静地出奇 坎坷的经历 和悲惨的牢狱生活打磨着她 从前那个养尊处优 之内单纯的女孩已然不在 如今的她愈发成熟坚定 尽管母亲已在请求她回到家里 回到从前优渥的生活 但她通通拒绝了 她明白自己追求的是什么 她要忘记过去 忘记一切 她不能回头 但提到儿子的名字时 卡美还是露出柔软的一面 她叮嘱母亲 带儿子回到法国去 再没有你的印度之那 她死了 决绝地告白后 卡美将母亲期盼的 旧日永恒的美梦彻底撕碎 毅然地投身到追求自由民主的革命事业中 伴随着各地的民族独立斗争 愈演愈烈 黑暗的执迷时代 在革命的新火中 颓然落幕 高大的橡树依旧 洁白的树叶紧静地流淌着 再无往日地嘈杂 茂密的橡胶园 紧静地助力在潮湿的雨林中 阴郁着清晨的武器 艾利亚知道 一切都回不去的 她变卖橡胶园 带着一亭 踏上了回法国的路程 日内瓦会议的前一天 两人再次回到了这里 回到这片熟悉的印度支那 本想让伊婷 去卡美入住的酒店见上一面 但伊婷对这个素未谋面的母亲 早已生分 而此时的卡美 也已经在革命中 找到新的归属 她作为越南代表团的成员 来参加日内瓦的谈判 日内瓦会议后 印度支那 推翻了法国的殖民统治 结束了数十年的混乱 一个新的国家 越南正式独立 故事结束在 艾利亚孤独而落寞的远眺中 那是法国殖民梦幻被打碎后 追忆旧日荣光的怅然 影片讲述的一个时代落幕下 不同人做出的不同选择 卡美是勇敢的 从当初毅然逃亡追求爱情 到后来毅然出走 追求革命 它是永不死心的亚洲人的象征 也正是无数个卡美的出现 推翻了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 点燃的自由与平德的希望火种 詹是超然的 她的一生都在追求着自由 从未被种族与时代所拘束 或许为自由而死 就是她最好的归宿 而艾利亚是悲剧的 当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历史落幕 她惋惜 追忆 却无从抵抗 她是宏大时代背景下 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她的情感也从来没有归属 影片的开头 她曾自白着 年轻时 我以为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紧密联系的 男人和女人 高山和平地 凡人和上帝 印度支那和法国 但半生飘到后 韶华不在 再次回到这片土地 她恍然醒悟 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恨纠葛 缠绵往事 早已揉杂在 橡胶园清晨潮湿的雾外里 随着那个终将逝去的年代 统统消散于雨林的风中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期再见了